我的心中要求您的愛望 金融社大喜悅合唱團現唱 追思會在海洋廣場舉行 副市長邱佩玲 議長同志委及多位市議員都出席 牧師為受難者和家屬助導 帶領全體與會來賓一同默哀 副市長邱佩玲致詞時 特別念出一段調查報告內容 這本報告正是1990年 他的父親邱創煥擔任總統府執政 由前總統李登輝交辦他 要針對228事件提出的探討報告 當時總統府跟行政院定調是這樣子 受難者的家屬數十年來 所經歷的夢魘跟內心的悲痛 他們的無助 他們的哀怨和期待 是我們難以釋懷的 也是政府所不應該漠視的 前世不忘後世之世 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記取 這一個慘痛的教訓 盛防當時用激鬥相肩的複現 在當時更嘆政府要正視 當時鎮壓適當的責任 對無辜者給予最優的服務 也更寄望本省外省同胞能夠用寬量 和平的心來超越這一個傷痛 在32年前 政府的定調是如此 32年後媒體更發達 資訊更進步 大家更勇於講出真相 32年後的今天 台灣的價值是自由民主多元開放 我想應該加上的是包容跟共融 希望過去的人 過去的政府所做的不加當行為 可以給我們前車之鑑 讓我們每個人可以學習 我剛剛找到 我在這裡看了其實很感受 當時如果照這樣的描述 田療河是血水一片 當時的人民是容忍無重 當時是沒有媒體 當時沒有社群 我們怎麼樣可以體諒受難者的痛 我們可能感受不到 今天在座我們每一位 可以享受到自由民主 是一直累積下來的成果 我覺得我們在座的每一位 都要珍惜所有的前輩 努力爭取下來 甚至在愛爾巴世界 勇於發聲的每一位同胞 也希望台灣可以在我們的努力之上 讓他們得到代價 他們的犧牲得到了很好的代價 金融市議長同志委及多位市議員都到場 向家屬致意 而受難者家屬代表也在會中 表達轉型正義的重要性 如果每一個人都應該去理解 基隆過去的歷史 還有台灣過去的傷痛 我們要認識自己的家鄉 認識自己的歷史 了解自己的背景 還有文化 我們才可以真正的體會 得來不易的民主和平自由 我想也可以放到現在來說 我想透過這個機會 你可以表達的 在今天這個日子裡面 和解共生的重要 我想現場有非常多的民主先進 也有非常多的收慢者家屬 這麼多年來 真正能撫平他們的傷痛 所以我們更應該更加的努力 去追求一個和平民主自由的一個國家 如果我們如果沒有去開頭 這個歷史的糾結 那麼這個最好的英文存在 甚至這是我都去沒有灰掉 所以就民主權的歷史尊重 定義加海獎的積職 這樣照我都優好的實現 所謂的登領政府 隨後副市長邱佩玲率領各界來賓 手持白菊花拋向基隆槓 表達對受難者的追思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